Hello大家好,我是晶片六百度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网友的数据线 是来自一位天津的朋友 说数据线插手机那一头的话是断裂了 然后USB2.0大头的话根部破皮 让我们给它换一个原装的闪电头 以及USB2.0大头根部破皮的地方 重新给它封装一下 现在我们这边也可以接受 定制款的苹果数据线 长度你自己定 然后我们用原装的闪电头来更理制作 价格的话可以我们私信一下 这个数据线给它保护的非常好 但是还是逃不过跟头部断裂的这种命运 根部破皮 我们给它简短重新封装一下 然后USB那个手机线 大头手机这一头 我们给它重新换一个原装的闪电头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操作 封胶我们就不演示了 我们直接演示焊机以及封装 玉米的一种 闪电也有什么大事 但是我们可以用来 然后再来 切成手机 然后再来 我们先把这个食材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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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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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不肯定的 自作寫司 熾大 不用拔 等一下 來吧 这个数据线我们已经换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修的怎么样 待机点就是0.0004A 原装的特性 让我们插上手机试一下 好的 没问题 点就0.6A 好的 这边也没问题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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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搭 位置 荣譜 位置 位置 杨 位置 好